对他来说也挺难的 对他们三个来说都挺难的 因为大家既要求学 同时还要在一起合体排练节目 一定就是哪一方面都不能落下 没错 来 三位签上自己的大名 来吧 这是新的一年 给自己的一个愿望和期许 也祝愿你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 没错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面 这个特别的环节 那就是年画传真 看我手中的这幅画十秒钟 然后三个人一起开始作画 画同一幅画 看看你们是不是想的一样 对 好吗 好啊 准备 就是我这幅画 三 二 一 来 看一个啊 才是野 先商量一下啊 我负责画哪部分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时间到 三位准备开画 对于这个绘画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造诣和天赋啊 看一看 反正从千玺的表情上来看是很镇定的样子 像模像样 完整还原 完整还原 真是的 天哪 这看来是小时候应该有接触过一些绘画方面的训练 这是剪笔画 好 好 哎呦 看看王源的了 王源要 王源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要接着来了 因为我觉得千玺打这个头挺好的 他这个财神好卡通啊 哎 是这 财神好卡通 这是自画像吗 好 别忘了啊 我提醒你们一下啊 君凯你别忘了 这个财神手里抱的是什么 你想想 对 其实我觉得挺难的 对 真的 因为他迅速的十秒钟的时间就要记得住那个 现在记忆 对 好 当你们确认这幅作品已经完成了的时候 就请签上你们的大名 你 对了 好 签名 画这个画吧 不在于记忆 在于心意 对 你说特别 对 在于心意 王源已经开始给自己铺垫了 对 万一有的朋友对王源的部分不太满意的话 我们就说不在于记忆 在于心意 没有不满意 我觉得特别好 对 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揭晓 这三位在记忆力 尤其是绘画能力方面的这个天赋展示了 好不好 来我们 三 二 一 对比 看一看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觉得 真的在这应该给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是不是 哎 他们有自己的创意啊 咱们的原版画是一位财神老公公 哎 然后他们画的这个呢 是一个青年版的财神 特喜庆你知道吧 符合他们现在的年龄特点吗 特别特别好 那感谢三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祝今天晚上的表演成功 好不好 谢谢 加油 加油 谢谢各位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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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